柯文哲因为金华神案被羁押过后 他的夫人陈佩琪找来特定的媒体 想要澄清诸多金流疑云 不过他的说辞却让整件事情更加的模糊 进一步的讯息要连线给记者廖维红 好 主播 各位观众区带来观众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过去频频 是喊出这个公开透明 但我们来看到昨天呢 他的妻子陈佩琪呢 却是为了他要来公开 这个账务金流的相关疑云 但是只找了特定的几家媒体 来参与这场的专访 就被质疑说你柯文哲说好的公开透明 现在难道又自我打脸了吗 而陈佩琪难道你也只愿意 躲在同温层里面来取暖 不敢来正面接受外界的检验吗 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他昨天说出来的东西 其实多少都存有一些疑点 其中我们先来看到的 就是在这个1628万的金流的部分 陈佩琪说是从五大部分来讲 但是其中的第三部分就是 选举补助款当年2018年的节鱼 竟然有230万 但是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当年呢 他们加贷款的金流是2000万 而补助款加保证金 最后也只拿到1942万 等于其实短差你科问者 还亏了58万呢 哪来的节鱼补助款 有230万这么多 这笔金流陈佩琪是否 还要再来对外好好说明清楚 再来就是ATM存款 60次的619万 陈佩琪昨天只有说 到底怎么存 他是为了不要到零贵 而到了ATM来使用存款 但是外界好奇的是 你的金流到底是从哪里来 而且你到底有没有拿 儿女的账户来存钱 因为这关系到 到底是不是有用 子女的账户来洗钱 这些陈佩琪昨天是都没有 来避重求情来说明的 再来就是看到 这个4300万买商办的部分 大家记不记得 昨天呢 陈佩琪的说法是 屋主兄弟要来分家 所以要来急着脱手 但是在当时 柯文哲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是屋主全家要来移民美国 所以急着来脱这个房产 两人夫妻两个说法 又来不同掉了 再来呢 现在就被揪出了 这笔4300万买商办的金流 虽然说都已经条列出来 但是其中一笔现金 大家现在觉得非常可以 就是其中一笔是 1440万的部分 备注是从柯文哲这边来的 这笔金流到底是从哪里来 陈佩琪昨天也没有说明 现在外界就非常好奇 再来就是说呢 1500微晶小省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这件事情 是从柯文哲的USB被翻出来 昨天大家在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陈佩琪只有说 柯文哲喜欢看量子力学 这样似乎有点鸡同鸭讲 有点在对牛弹琴 我们问A 陈佩琪确实来打B 而昨天呢 整场专访呢 陈佩琪也是打出了悲情牌 现在难道是要来博取外界的同情吗 而面对这个种种说法 争议也是越说越模糊 那以上也是我们找到 下午最新庆幸 下把旋径头交换给 和那些国